雪墙 够厚 够钩 最后的一个牙口 一袖拉牙口 丙茶茶穿越近藏 我现在是在丙茶茶穿越近西藏路线的最后的一个牙口 我今天下午翻过了最后这座山 就基本上是把丙茶茶给穿完了 而我在最后的这座山里边看这两边 什么季节 现在这两边全都是雪墙 自驾一路过来 其实丙茶茶没有什么难度啊 大家如果想来自驾的话 就是注意自己的轮胎不要被扎了 因为这个路面很多 有很多的碎石 碎石很尖 大家记得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带好补胎的工具 完了一定要准备好备胎 这条路上也经常的交通管制 就是因为经常有积雪 而且经常有这个雪崩 现在你看我这个位置 其实很危险的 我在这待一会就马上赶紧走 上面的雪激多了 这个雪容易塌陷下来 如果车正好开到这 那危险性就很大 这两边的雪墙还是很高的 咱们也不在这多呆 开着车就赶紧走吧 赶紧走 那雪墙够厚够高 最后的一个牙口 一袖拉牙口 结束了 看到公路了 屏茶茶结束了 朋友们屏茶茶 我现在已经穿出来了 看我这边 这边就是公路了 我现在顺着这个公路一直走呢 就到318的燃乌湖了 这边慢慢又开始下雪了 但是朋友们有没有见过我这个车越野的 玩极限路况的 说实在话呀 我开这辆车出来之后 就一直有一两个月吧 都没有玩过极限路况 用的都是这个车的两驱 今天呢 我在哪 我在仁龙八冰川 我后边就是仁龙八冰川 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来过 我当时来的时候开的是一辆两驱车 然后到这儿呢 车进不去 里边路况很差 所以呢 我就只能坐当地人的车进去 但是这一次我开了一辆四驱车来了 我要自己开车进仁龙八冰川 试一试 现在走的这个路不算啥 烂路在里边呢 去年来的时候 就是坐他们当地人的车才能进去 自己开车进不去 车不行 看就是这儿 哇 这儿有河呀 需要穿过这条小河 穿到那边 之前的话就是在这儿啊 我就把车停在这儿 这儿有当地人带我上去的 试一试吧 看一辆车能不能进得去哦 后轮打滑的厉害 没有开四驱 因为这条路上有水有泥 所以比较滑 坡度也比较陡一点 我现在需要把四驱给打开 两驱车上不去 我只能把这个轴头锁给锁上 完了挂上四驱才能往上上 现在挂上四驱了哈 再试一下 这也太轻松了吧 打 哎呀 车玻璃没关 车玻璃忘关了 这也太轻松了 都不带打滑的 直接就进来了 四驱牛 四驱牛 接下来路 再往前走走 我给大家实话实说哈 我之前呢 没有接触四驱车 都是两驱车开热玩的 完了 这一次开四驱车 刚刚我开车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过泥路的时候 前边它不动 后边屁股的老是换方向 摆过来摆过去 这个呢 可能就是技术问题了 因为没有 没有经常开这个四驱车 不知道这个四驱车的一个 一个惯性哈 刚刚就是这个后屁股 老是摆过来摆过去的 可能是我给油 给的有点大吧 看在轮胎上全是泥 都是泥 前边就是 任隆巴冰川 完了呢 我就不去了 我就掉头回去了 因为去年的话去过 就开车进去的话 也到不了那个冰川旁边 需要走路再走两公里 今天下着雪 我就不去了 主要呢 来试一试这个越野能力 看这个后视镜上面 全是泥巴 甩的泥巴 啥也看不见 刮一刮 准备回去呢 这个车老是在这打滑呀 是不是我给油 给的有点大了 老是打滑上不去 我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这次估计够呛能行了 别说LC100了 LC800也不行了 我刚刚过来这条路 主要这个路上的 有雪有水 加上还是泥路 加上还是上坡 加上现在还是四千多的海拔 还是高原 所以它就老是容易打滑 我本来这只路 大家应该能看清 这只路是这样的 可能是我对这个四驱的 这个惯性啊 和操作习惯啊 不是很熟悉 所以这样 我是这样开车车过来的 然后我就加油门 它的屁股老是左右的摆 现在把车给横到这个道上 LC100 我试了低速四驱 试了高速四驱 不行 不行 还是打滑 我找个铁桥挖一下吧 看能不能挖出来 后边挖个道 然后再倒一倒试一试